不要再說自己不會穿衣服是你還沒有看過這一支影片 那今天呢是想要跟你們分享 在春夏流行趨勢大中呢 哪一些呢是可以應用在日常生活的穿搭上 因為畢竟你也知道那些精品的設計師品牌 他們的搭配呢是否就是比如說舞台 是呢我們日常生活也許就是不會穿到這麼的浮誇 例如 Chanel好了 他一貫的風格就是典雅高貴 外加800件的這個飾品呢都在身上 走個路就好像你知道身上帶了800個鈴鐺 會不停的響一樣就是要去廟會嘛 但是呢我們可以擷取一些小小的穿搭靈感 把它放到自己平常的穿搭裡面 讓我們的穿搭變得更有新鮮感比較有趣一點 第一個呢先跟你們講到的是流行的色系 那其實今年流行的色系呢沒有一個固定色系 只有年度代表色是明亮黃跟極致灰好不好 可是呢如果你是說春夏流行的色系超級多的 像什麼粉藍粉紅淺黃橘色紫色綠色 聽起來好像是馬卡龍色但不是喔 今年流行的顏色呢是白色更多 然後那個顏色的彩度更低 所以呢它有點像是棉花糖色 因為它的彩度比較低 所以不管你的膚色是比較健康的 還是說你是很白皙的 還是說你跟我一樣就是普通白皙肌 普通自然肌的人呢都很好駕馭 然後有一兩個顏色呢是更流行的 算是大試色的就是淺黃 淺黃的話我還有一個更精準的詞叫做奶油黃 就是奶油黃不管你是從精品設計師品牌 還是說我們現在看到的成衣什麼韓貨啦 一直在釋出 但是淺黃色的話呢它本身是一個注目性還蠻高的顏色 如果你把它當作上衣來穿的話呢 我覺得它是會讓你看起來特別明亮特別夏天 而且特別看起來快樂的一個顏色 如果你是選擇像我這樣子 就是畫面上的那一種 彩度比較高的黃 這打面是搭配牛仔褲的話 我會建議你那個牛仔褲 一定要素色牛仔褲 就是不要再有什麼破破啊 或是花紋啊 或是刷色刷的你知道很狂野的那種 我會盡量避免掉 因為呢你就是上面已經非常的明亮了 然後也非常的顯眼了 那我們其他的單品呢 基本款的單品去做搭配 反而整體會看起來更乾淨俐落一點 不會有那種雜亂感 你相信我 你自己去配一下那個就是破破褲 那個配起來效果就是沒有這種 單色系的牛仔褲來的高級 然後然後我這一次的襯衫穿法呢 也跟平常就是直接紮進去 或是直接紮一半邊 然後另外一邊放出來的效果是不太一樣的 我現在選擇的這個襯衫呢 它是屬於材質比較硬挺的 然後擴型比較明顯的 可是勒 它本身呢是屬於基本款的襯衫 就是它沒有什麼特別的設計 那我又想要把它穿著比較隨性的感覺 那我就是把這個扣子呢 稍微往上移一顆 然後扣住 然後讓我的臨口看起來是不對陣的感覺 那我裡面可以再搭配一個鎖骨鏈 然後這樣就可以增加層次感 我接下來就把內層的那一片那個衣服呢 把它斜放 插進褲子裡面 把另外一側的那個外面那層布呢 也是斜放 然後插進我的褲子裡面 然後我肩膀和這個臨口這邊呢 就是有一個寬鬆的感覺 然後到腰部呢 這邊有一個收腰的感覺 就會看起來很明顯的一個倒三角的效果 那這樣子呢也會看起來比較休閒 然後再來袖子的地方呢 因為是夏天嘛 穿長袖有一點無比太熱 一下會整個失掉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袖子稍微反折一下 變成七分袖 然後讓你的袖子有一點澎澎的效果 這樣看起來呢 又會更加的慵懶和隨性了 但如果你覺得上半身穿 黃色還是太招搖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黃色放在下半身 搭配這條褲子的方法呢 是用CELINE 2021年春夏 就是袖上面呢 主要的一個搭配邏輯 就是都會休閒風 那我沒有去搭運動背心 是因為我覺得搭運動背心的那個辣度 會有點太高 就是跟我本身長下不太符合 所以我把這個短上衣換成了 就是針織的短背心這樣子 外套呢就是先穿了一個西裝外套 然後搭配了這個棒球帽 然後但是這個棒球帽是屬於那種 麻料的 所以整個顏色呢是看起來非常統一的 然後有符合這個所謂的都會休閒感 那臨時突然要出門 但是又不能就是穿得太邋遢的話呢 你也可以用這樣子的穿搭方法 那同樣呢我可以把這個西裝外套呢 換成白色的牛仔外套 那穿出來的感覺呢 會更加的休閒一點 可是呢還是保留了那個 看起來整齊 然後沒有亂穿衣服 小小的搭配 可是搭配的感覺不會過度用力的那種效果 第二個顏色呢 我覺得這個顏色大家也可以去嘗試看看 粉藍色就是你視覺上看到它的時候 在很炎熱的天氣你看的粉藍色 會心情比較平緩舒坦 不是說讓你覺得哇涼怎麼可能 但至少呢會覺得舒服 搭配方法就是這個粉藍色寬鬆上衣 今天看起來就蠻鮮的 而且又飄飄的 那我下面呢就是搭配了一個 米黃色調的 算是亞麻棉的一個褲子 然後也因為它們兩個的材質呢 都是屬於比較飄逸 比較 休閒感的那種 所以呢 會看起來很慵懶的感覺 像這一套我自己就還蠻喜歡的 日常我也會穿 因為很涼耶 腋下都不會濕 那第二套的粉藍色穿搭呢 我這邊是用了一個非常可愛的襯衫 整個胸前到肩膀呢 是有做一個褶皺的設計 所以它看起來是比較有女性感的 然後比較可愛俏皮的襯衫 為了就是呈現它就是有一點小俏皮 小男孩風的感覺呢 我下面就搭配了一個五分褲 然後這兩個就是因為那個褲子是 帶有一點點灰掉的感覺 所以兩個搭配在一起就是融合度很高 看起來很有整體感 這邊再跟你們說一下 如果你腿部的比例沒有那麼好的話 就是說啊小腿比較短 大腿比較長的人 我會建議你穿五分褲的時候 那個五分褲的褲腳呢 一定要在你的膝蓋以上至少一寸的位置 這樣子呢才會讓你的腿 就是下面小腿的地方露出的就是比例比較多 然後會視覺上就不會讓你有一種大腿很長的感覺 再來呢要跟你們講到的是西外的款式 又升級了一些 那又是西外大家不會覺得很煩 可是西外這個東西就是很好搭 而且每年都在更新啊 那先講一下今年的西外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呢 除了在秀場上會看到那種誇張電尖的那種西外 我們這邊就不討論 因為日常生活到底誰會穿 穿這種剪東西出去你這小距離暗器嘛 怪啊 但是我有發現今年的西外比較多的是會有一些 腰身的款式出現 還有就是領子做的有點像是那個叫做什麼 巴西領的那種西外就越來越多了 那腰部設計剪裁呢 你可以看到像我這一件咖啡色的 它就是屬於腰身做的特別收的 那這個的話算是比較花式的版型啦 就是你們如果是肚子比較大蘋果型的女生呢 你可以不用選到像這種這麼收腰的 可是你可以去選那種西外的就是領子 會看起來這個西裝外套呢變得比較休閒感 然後外加呢就是我們通常扣第一顆扣子之後呢 下面呢就會成為一個倒V的樣子 那這個倒V呢 喔就會讓你的腿部線條看起來更加的長 比例會更好 那如果你覺得像這樣子的那個長版的西裝外套 還是太眉 然後還是穿起來很像上班族的話呢 我建議你可以去買短版的西裝外套 那短版的西裝外套呢 它雖然腰身不會收的這麼明顯 可是咧它還是會有這種領子 做的比較高的這種設計 或者是說它是無領的 可是它呢它就是會有一個自然的一個倒V的一個剪裁 讓你看起來呢就還是會有一個修身的效果 收腰然後倒V的這種輪廓感呢 不只是在外套上面有其實呢有很多衣服也會有 尤其是針織的衣服 像你看的畫面上的就是啊 我這件是開晶的一個上衣 然後它是 它不是針織啦 可是它有針織衣服的那種效果 然後它上面是做一個就是 我剛才講的那種類似巴西領的那種鈴子 那我就只扣兩三顆 然後讓下面是展開就變成倒V了 那這樣子就很容易看起來就是有曲線的感覺 我覺得這種衣服呢 它的好處就是搭配性也是很高 所以如果你外面搭了一個 比較正式的外套 它看起來就比較有正裝的感覺 那如果你是想要休閒的穿著 你就跟我一樣單穿 然後下面戴個牛仔褲或是什麼的 比較寬鬆的褲子 就可以呈現出一個簡約的高級感 如果你是走那種什麼極簡主義 或是想要打造一個膠囊衣櫃的話 這個是可以購入的 而且一年四季都可以穿 然後再來上衣的話我要補充一下 就是說剛才講了一些材質什麼相關的 其實還有一個上衣是大家可以去關注的 就是短板的上衣 之前短板的上衣呢 我們可能只會說到 它是露到那個就是胃而已 可是今年的短板上衣 它是真的就是你知道 運動內衣的那種短 那像如果你想要打造像那個 Seline那種風格的穿搭呢 你在買的上衣的話 就是要選擇這種平口的 就不要有什麼V啊 或是你知道小花花啊 什麼的都不要 就是簡單 一件素素的 然後肩帶的話可以是粗的 因為看起來更有運動感 更像Seline的那種風格 那或者是說呢 像這種 這個也是 可是如果你覺得 啊這個有點太 辣 你覺得你沒有辦法hold住的話呢 其實你也可以選擇像這種 針織的 你裡面照樣可以穿內衣 然後外面再照一個這個針織背型 然後露一個小肚肚這樣子 就不會熱 然後又有達到你想要的那種風格感 接下來還有一個趨勢 是從2019年一直流行到今年的 就是透視疊搭 我本身就很喜歡透視效果的單品啦 因為就很容易創造出立體感 以及層次感 還有個性的感覺 所以我收集了很多 像什麼網紗襯衫 網紗就是高領上衣 但是穿久還是會覺得 啊有一點點那麼的無聊 就是它搭配上還是有一點極限的 所以咧 我就是今年就把網紗透視這個重點 放在下半身了 而且這個好處呢 就是說如果你本身是上尾比較豐滿 或是你的手臂比較粗 真的沒有辦法好好的詮釋 就是像網紗這個衣服 這種透視感的衣服 沒有關係 我們就是可以嘗試網紗褲 然後網紗褲的好處呢就是 它有網紗的透視感 然後同時呢它是褲子 所以它又可以呈現一個俐落感 帥氣感 個性感 所以像我們這一種看起來比較 男人樣的 看起來就是距離感十足的人 如果是單穿洋裝或裙子 覺得 好不搭 跟臉很不搭 有違和感的話呢 這個時候 你在洋裝裡面再搭一件透紗褲 你洋裝再搭配褲子 然後是差不多色氣的話 它會讓你整個人看起來非常修長 那像這種網紗褲透視褲呢 還有幾個小重點想跟你們分享一下 就是因為這種材質 其實是很容易顯壯顯胖顯膨的 所以呢 如果你本身那個臀部比較寬的人呢 我是建議你一定要搭配長洋裝 或是長版的衣服 或是長版的外套 就是一定要遮到你的臀部兩側 好呢 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結束了 那這邊有幾個問題想要問大家 就是有哪一些衣服呢 是你喜歡的 然後你想嘗試的 哪一些衣服是你不喜歡 你不敢嘗試的 再來就是 雖然現在我們 就是沒有辦法出門玩樂 所以其實搭配的需求呢 也變低了 可是我發這支影片呢 其實也是想要大家就是可以 花一些時間 然後去整理一下你的衣櫃 然後把你不需要的衣服淘汰掉 或者是說呢 去把你的舊衣服 就是拿出來再重新搭配看看 看有什麼樣子不一樣的變化 我覺得也算是打發時間的一個方法啦 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 我們下次見囉 如果你是親愛的話 記得訂閱頻道 可以喜歡到老朋友追蹤 我們下次見 掰